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7岁的我们的历老 今天在我们的论坛上 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主旨的发言 对于我个人而言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这么讲 2050年中国将建成现代化的强国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87岁 所以看到历老 我感到深受苦舞 我就不指望2050年还能来这 讲什么主旨发言 我就指望87岁 2050我不会摊在床上 给年轻人带来负担 能够自己走路 能够自己的 能够生活自理 开开心心的 就非常高兴了 就像我这个社会 就不拖年轻人后腿 把这个舞台留给2050年的年轻人 你们肯定比我们厉害 至少比我厉害 那么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市值大报告给咱们描述了一幅 灰红的蓝图 中国经济发展的灰红的蓝图 刚刚我们的伟民 我们的主任 杨伟民主任给咱们解读了 权威的解读 把之前的我们的发展目标 提前了15年 提前了15年 2035年就要建设成 就要实现现代化 2050年要变成现代化强国 那么这么一个宏伟的目标 市值大报告里面 给出了非常非常概括性的 战略性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那么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如何学习 如何解读呢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这次的市值大报告 虽然没有提任何的发展的指标 硬指标 没有提任何的数据 在经济方面 没有提收入增长 翻两番等等指标 但是事实上 给我们传递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什么一个信号呢 我打这么一个比方好不好 2050年到现在 33年 还有33年的路程要走 相当于我们在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国家民族复兴方面 我们还要跑一个马拉松 我们已经跑了一个马拉松了 过去40年 跑得很好 未来33年还要跑马拉松 那么诸位年轻朋友们 你们很多人是 跑马拉松的 半马全马都跑 我是跑不动了 早就跑不动了 我改游泳了 马拉松不敢跑了 那么跑马拉松你们知道 关键是什么 33年 我想啊 不在乎于短期内 你能跑多快 不在乎于短期内 你能够领先 可能的关键在于 可持续性 关键在于 你跑的是平衡的 动作不能变形 不能抽筋 不能差气 不能中途 出现 实在跑不动了 出现重大的身体的问题 因此写下来 所以我认为 是这套报告里面 在实现伟大蓝图方面 给我们传递的 最主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一定要保持 我们未来33年的 整体的增长的态势 绝不能够出现 重大的倒退 那么具体说来 哪些方面 必须做到呢 怎么能够做到 跑马拉松 33年的马拉松 不插气 不抽筋 我认为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的问题 必须解决 坚决不能出问题 第一个方面 绝对不能出现金融危机 报告里专门谈到了 系统性的 区域性的 重大金融危机 坚决不能发生 为什么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一旦发生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将会倒退 10年 20年 甚至于30年 拉丁美洲的例子 非常清晰 拉丁美洲国家 自然条件非常好 人力资源水平也很好 阿根廷 阿根廷 你们诸位朋友们去过 阿根廷比欧洲还欧洲 没有什么少数群族的问题 没有黑人 见不到黑人 按理说 拉丁美洲国家 这么好的自然条件 这么好的 基本的人口的素质 当然我没有说 欧洲人身口素质高 我指的是 群族矛盾比较少 但是反反复复 出现金融危机 曾经经经济发展水平 超过美国的 到现在 也就是美国的 37% 38% 这个水平 那么亚洲 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倒退10年 日本爆发了 金融泡沫 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到今天 还没有走回到 当时的最高水平 股市 今日的股市 美国的 欧洲的 包括香港的 纷纷地创了新高 但是日本的股市 还没有回到 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最高水平 这就是金融危机 带来的祸害 所以坚决不能发生 金融危机 死守这条底线 未来33年 这第一件事 那么怎么不能发生 金融危机呢 咱们看我们目前的风险 是什么 我看我们今天的 经过经济的 中国金融的风险 我个人认为 并不是简单的高杠杆 我们的杠杆率 和美国基本上 宏观杠杆率 基本一致 几乎一致 百分之二百六十五左右 这是基本是 一个公认的数据 但是我们储蓄率高啊 我们的国民储蓄率 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美国百分之十五 的国民储蓄率 我们至少百分之三十八 我的计算是三十八 统计局 是计算出来百分之四十八 对吧 我们储蓄率高 当然杠杆率高一点 不是大问题 当然这个杠杆的结构要好 不能出现有毒的杠杆 这个必须调整 我想我们的金融的风险 不在这个地方 金融的最大风险 是我们的资产的流动性 太高太高 我们主要的金融资产的 表现形式是什么呢 不是股票 不是债券 是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加现金 广义货币 我们称之为广义货币 占到GDP百分之二百 换算成今天的美元 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 换成美元 二十三万亿美元 只要有六分之一的 我们的国民 不相信人民币 不相信我们的金融稳定性 只要六分之一的国民 要换成美元的话 想出走的话 拿身份证 一个人可以换五万美元 咱的办会储备远远不够 三万亿办会储备 你怎么能对应 你怎么搞得过 二十三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呢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大金融风险 这是最主要金融风险 怎么办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我坚信货币政策 总体上讲是从紧的 要通过相对比较紧的货币政策 能够逐步逐步地解决 金融资产流动性太强的这个问题 你看过去两年 已经按这个路数走了 过去两年的广益货币增长速度 都是比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低的 去年是目标十三 实际执行是十一多一点 今年的目标是十二 到目前为止十都不到 广益货币增长速度 应该这么干 必须这么干 所以适当的放缓贷款的量 适当的增加债务的发展水平 因为债务相对而言 流动性比较低 它跑起来很难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是关于金融的风险 当然根本上讲 根本上讲金融风险要控制 在乎于金融机构要做好 就好像电信运营商要做好一样 我也喜欢用一些中医的说法来解释这件事 那么金融机构做好了 我们基本面做好了 相当于我们经常讲人 盛气足了 盛气足了就可以雇金了 盛足而雇金 盛不足而雇不住金 雇不住你的精华 那你身体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的基础工作 还是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住 把我们的流动性很强的金融资产固定在国内 而不要跑出去 这是第一大事情 要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一件事情 报告里明确说了 第二件事情 人口和劳动力的问题 先说劳动力 当今中国经济 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是 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非常快 典型的群体是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们的月收入 那肯定比千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系的本科毕业生起薪要高 我不是光华管理学院也许比我们高点 我看他也打不过 刘翘院长的金融系的本科毕业生的起薪 也打不过快递小哥的收入 当然快递小哥非常辛苦 这只有问题了 你还能指望 2035年还有这么多快递小哥吗 你还能指望2050年我们还靠着人工去送快递吗 所以我看呀 快递小哥们的工作 现在是最 实际上是最危险的 他们快递小哥不仅要跟 未来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相竞争 你得竞争得过 你竞争不过的话 人家的企业竞争力高 我们的企业劳动力技能低 我们的企业就无法跟发达国家竞争了 所以快递小哥们第一的竞争对手 是国外的 有技能的 德国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劳动工人的素质 而我们的快递小哥们 大部分没有读过高中 第二个问题 快递小哥还得跟机器竞争 不出十年 我相信从快递的都不用快递小哥了 肯定 肯定是机器 我不认为是无人飞机 无人飞机多可怕呀 一抬头一看 这开会全是无人飞机 这附近的 咱中央的领导的院子里 一抬头一看是机器 这太危险了 我不认为 我认为主要送快递的 恐怕是无人驾驶的货车 送到咱们楼下 楼下里面 我们这个潘石屹 潘总 潘总开发的房子 一定下面得搞一个大库房 有自动的仓储区 哇 这个自动的快递小哥的 不用快递小哥了 自动的货车开过来 自动的把这些货 喷 送到这个小盒子里面 然后 这个这个 王建州总的这个运营商 自动 自动给咱们送一个短信 啊 你的快递到了 放在几号几号的 小房间 小盒子里面 凭此密码 你去送 去取快递 完全自动化了 所以我们的快递小哥 未来的竞争对手是机器 人工智能时代到 怎么办 是不是没希望了 有希望 我们的劳动力 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必须干嘛呢 必须从前面开始 具备一些机器 所没有的技能 什么技能呢 在我看来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服务 这种技能 是机器所不能够替代的 所不能提供的 讲的稍微的简单一点 就是心理咨询的 这种服务 机器做不到 所以我看以后啊 中国社会 机器化多了以后 大伙老百姓都闲了 心理毛病可能会多了 就需要大量的心理咨询师 今天你不爽了 我请个人上门 跟你咨询咨询 明天我不爽了 我请你过来咨询咨询 对吧 那么 怎么指望 这些快递小哥们 被变成心理咨询师呢 太难了 所以是这套报告里面 专门提出 注意到啊 要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 昨天我看新闻 是不是新疆已经宣布了 要搞十五年的 搞十二 搞十二年的 现在是 不 搞十五年的 这个这个这个 义务教育了 对吧 搞高中 现在是九年 对 十二年 十二年 加上高中 搞十二年 所以我看 很快的我们国家 必须要普及高中教育 高中教育 这段 我看大部分人 今天不见得 非要学数理化 我们的工科 工程师足够了 工程师非常棒 所以有工程师 才搞出来 这么多电信 电信的这个这个技术 搞高铁 我们缺的是 在高中阶段的 我们的年轻人 得学 唐诗诵词 得学外语 得学到心理学 得学到人文的知识 这是关键 所以这是 劳动力的素质比提高 跟此相 与此相关的 劳动人口 人口老龄化 中国特色的挑战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要实现变成 国家世界强国 一个重大的 特殊的挑战 是人口迅速的老龄化 到2050年 我看了一个数字 应该是很靠谱的数字 30%的人口 是65岁以上 四分之一的家庭 只有一个人 孤独老人 独居老人 这怎么办 一个生态化强格 不能把大量的精力 去照顾这些老年人 当然个体 我刚刚说了 我们今天好好保养自己 不要给年轻人造成负担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 它仍然是个社会问题 所以必须探讨一套 我们有中国特色的 符合国情的 我们的养老方式 我作为外行 当然同时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 我的观点 是如何能够把现在 健康水平相当不错的 年纪看来很大的 这些中老年人 把他们的人力资源利用好 而不是把他们 搁在家里面 一那晚吃了饭之后 就睡觉 吃饭 闲下来之后 跳广场舞 惹年轻人 扰乱社会秩序 或者是 巧合家庭矛盾 都不合适 应该给他们一点事情做 力所能及的 不占有年轻人的行政职务 不占有年轻人的 思想和行动空间的前提下 我们这些即将步入 中老年的我们这批人 给我们点机会 让我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对吧 帮助这个社会 这样的话 不仅这个社会减少负担 我们的心态也好一点 要不然你要我家里闲着 我肯定 我憋出毛病了 我肯定抱怨很多 负能量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跟劳动力的第二大 这是第二件大事 我刚刚说 第一个是金融危机不能报 第二个是劳动力和人口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第三件事也非常重要 你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也是支持他报告里 这次的一个亮点 新矛盾 刚刚杨卫明主任讲了 重点是不平衡 不充分永远存在 他刚刚说的 我这个话是非官方的 他人家讲的是官方的 我给他翻译成非官方语言 你不充分永远存在 美国也不充分的 英国也不充分的 但是关键词是不平衡 而这个不平衡 它为什么会导致发展的 不可持续呢 因为这个不平衡 主要是不是体现在经济内部 是经济跟社会 社会跟政治 经济跟政治 这些方面的不平衡 所以我们经济发展 是比较快的 过去40年 但是其他的方面的发展 可能相对滞后 所以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想啊 可能我们的执政者 我们的决策者们 会花相当一部分精力 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这样才能够缓解社会矛盾 只有缓解了社会矛盾 才能够做到 报告里所讲的 到2035年 老百姓广泛地参与社会决策 民主参与 如果大家的意见不一致 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那大家一参与这个公共决策的话 肯定是张三说张三 李四说李四的 那肯定就导致了混乱了 所以我相信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 重点可能不是经济增速 重点是保持经济平稳 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拿出相当部分的财力 解决社会发展的矛盾的问题 解决百姓的心态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方面 刚刚最开始我说了 我们说马拉松 到2050是个33年的马拉松 我给大家最后 简单地描述一下 我个人的测算 我个人的测算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刚刚我说三件大事 不开倒车 不出重大问题 那么应该可以 我描述一个前景 应该可以 从现在开始 未来八年 增速6%不难吧 今年是我们的预测 6.9% 明年我们预测6.8% 未来八年6% 这不是大目标吧 接下来十 十五年 接下来的十五年 保持4% 不算高吧 朋友们 4%不算高吧 美国人 今年 为之一前 搞了3% 再接下来十年 3% 这也不算高吧 3% 美国人 这两年 目标是4% 小布什退休以后 写了一本书 拉了一帮人写了一本书 这4%增长 他目标是4% 所以 6% 搞8年 4% 搞15年 3% 再搞十年 不难吧 好了 按照这个比较平稳的 比较保守的速度增长的话 告诉大家 到2035年 中国应该进入到 人口在500万以上的 大中心国家的 头30强 相当于今天的西班牙 再到2050年 按这个去发展 按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跑法 平稳的跑法 2050年 中国应该进入到 全球500万人口以上的 大中心国家 头20强 英国这个水平 而且我这个假设 我这个算法 还已经是包含了 什么假设呢 还包含了发达国家 西班牙 美国 英国 持续增长的 这个前提 还是按照他们过去 20年平均增长去增长 我是个移动目标 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 人均GDP 2035年 将达到美国的人均的50% 人均GDP 2050年 将达到美国的70% 这都是我们精心测 按购买率评价算的 仔细测算的 到了2035年 我们的经济总量 是美国的 是美国的两倍左右 到了2050年 经济总量是美国人的 2.5倍左右 2.4倍 2.8倍了 4728 对吧 所以总的一条 最后我作为结论是讲 关键的关键 朋友们 关键的关键 不是追求短期的增速 可能也不完全是追求短期的效率 关键的关键 是要追求经济的发展的可持续性 经济发展的平稳性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要动作不变形 要保持 我们坚决要保持一种健康的 不出现抽筋 不出现差气的平稳的奔跑的速度 所以啊 这么一个伟大的前景 各位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能够实现 最后的最后 有个小请求 好吧 我每次来新浪的活动 我都是很担心的 我讲了半天 你们可能崩 给我弄个题目 说李道奎 这个这个冒号 快递小哥们不靠谱 你害了我了 所以我请求各位 你给我弄这么一个题目 李道奎冒号 经济实现 十九大 经济 红尾蓝筹的关键 是平稳 可持续增长 咱们搞点 比较正能量大 比较简单 不要误导我们的网民们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李道奎